今天讲一下肥胖症与乳腺癌有没有关系 其实这个肥胖症和乳腺癌它其中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 因为这个出现肥胖以后就容易发生我们体内的内蜂蜜 我们的一个情况 从而会引起来身体的代谢雄黄受到影响 会增加乳腺的一个发病的几率 特别是一个绝经器以后的女性 要控制饮食积极地来进行体育的一个锻炼 预防这个乳腺癌的发生 乳腺癌除了和这个肥胖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以下的几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点的话就是一个急速 急速的一个失衡的状态 一些长期的服用急速的药物的女性 由于这个吃急速的水平升高 可能会有引发这个乳腺癌的发生几率 第二点的话就是一个医疮的一个因素 在家族始终发生这个乳腺癌的这个风险高了的话 患者患这个乳腺癌的几率 它也是比较增加的 第三点的话就是一个日常的一个饮食习惯 包括一个吸烟 酗酒 还有长期的一个情绪底露 一个心情不好 长时间的这个压抑这个情况 也会导致我们放这个乳腺癌的几率